哇 �難道這是蜜乳 我也沒有辦法喝到一半 所以這跟虐殺餵的牛有什麼不同 灌牛 帶崽的牛要殺之前是不是要給它灌水 大陸一些不孝的去產業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跟你講說今天柯文哲講的 8.4公升8400CC的水 灌到紅重秋的那個身體裡面去 难怪他钠离子不会偏高 反而变低 所以他最后讲了一句话 我希望洪妈妈 你干脆不要看到那个画面 不要知道真相 因为实在是太残忍了 大家想想看 一个人要中暑的时候 钠离子的量应该会比140还要高 为什么钠离子的量反而下降那么多 因为最主要是身体中的水分多太多 多到这个人的水分因为太多之下呢 而造成了钠离子下降 那你想想看 他中暑怎么会水分太多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水 再来我们就要讲到几个问题了 中调的是 部队里面有没有看过这些本子 你一定看过吧 有没有注意到 当过兵的人你都知道吧 有没有看到举光日记部 大兵守记啊 我的军旅生活 这本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洪仲秋这本到哪去了 告诉大家 这本不见了 消失掉了 再来呢 看看这本什么 参谋日记 有没有注意到 菌高菌姐 菌高姐 你有没有仔细的去查 这些东西到哪去了 这本也不见了 再来我们再看看什么 部队工作日记到哪去了 也不见了 为什么到这个时候 这些东西都不见 这不是每天在记录的东西吗 再来看看最重要的 人员车辆进出管制纪录部 这本到哪去了 也不见了 你想想看 这些东西都不见之下 还有一个安全事关的卫少纪录部 还有包含了战情的纪录部 这些本子为什么到了这个案发时间7月3号都会消失不见 之前你在前紧闭室里待过 你是管理员 我问你管理员在里面有多少东西 那为什么红桌球在这里面这些东西都不见了 一般在这个 我们那时候是没有监视器的 那现在的话 就是有监视器 那除了监视器之外还要有一些表单表册的一些登记 比如说第一个 当然就是紧闭生的每日心得写作 这是一定要有的 再来的话就是一些长官的授课记录 还有访谈记录 所以所有长官进来都一定要有访谈记录部 对 然后再来的话 人员进出登记 对 那另外呢 是直属的单位 宪明官 还有政政主任 他们都要督导记录 所以这些表单呢 册子一定要有 相信在这段时间 他可能会暂时不见了 可是因为事情闹很大了 他一定会像现在一样 又跑出来了 只是呢 不小心 他变空白了 变空白了 什么 我相信一定会这样发展 你以前在当管理员的时候 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些状况 很多状况就是 第一个当然就是 有禁闭人员 用这个传染 想把这个病传染给我们 什么病传给你们 很多病 他们都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病 那另外的部分 是人身的攻击 人身攻击 对 或者是他们不受控制 有人发疯中邪的 对不对 有的是想亲身的 你必须要去控制他 甚至把他靠起来 只是说我们那时候不能用手铐 因为人家说 碰到手铐会倒霉 所以我们都不敢用 这样子 对 都用擦拿术把它擦拿起来 然后 擦拿术擦起来 绑起来 对对对 那碰到有些犯人 比较那个玩烈的话呢 对 一样用擦拿术控制他 对 把他压在地上 那怎么样的来做法 好 我可以示范一下 所以志賢 你在这紧闭室里面碰到这种 玩烈的份子的话 你们要怎么处理 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他 可是我们不能打他 不能打 对 那待会示范的呢 千万各位朋友不要在家里试 也不要在学校试 因为这非常危险 我一定要找专业的教练来说训练 那现在最简单的 就是要让他痛 让他痛他会觉得 怕了 他就会跟着我走 比如说戈壁往外弯 嗯 啊 我在控制他这边 他会痛 直接这样子控制 就让他摔在地上了 对 人体的弱点 嗯 这是最简单的 那如果是 蚊子你很大辣的你知道吗 如果他有攻击行为 比如说是王八拳 来 一拳往这边挥过来 跟你拼了 哎呀 这时候 雷住也可以 嗯 摔到地上也可以 嗯 地上之后 控制他的手 嗯 起来 控制他的头 哇 就这样子哦 电影这样演 你可以让他死 管理员就这样子 对 然后再来 他的膝盖 哦 我的膝盖 哦 哪里痛 这里痛 嗯 控制他 嗯 对 这样就可以叫人来上靠了 啊 这样子哦 对 再另外一种 如果他拿武器攻击我 嗯 攻击我 板铁我立即 哎 这边 我这时候 我选择 膝盖 嗯 头 控制他 头 直接打下去 直接膝盖 直接就制伏了 对 没有 制伏是另外一种 我刚才示范的是 因为他膝卸了 对 我必须要让他失去作战能力 对 这个就是重伤 嗯 嗯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制伏这些 比较不听话的这些紧闭身 然后再用绳子绑起来 嗯 再用绳子绑起来 对 所以紧闭室里面的管理员 常常会做一些比较粗暴的动作 哎 不一定 遇到状况的时候 一定要处置 遇到这些顽劣的分子的时候 对 不然会有 自己会有生命的安全 嗯 大家想想看 洪仲秋在这个紧闭室里面 是个顽劣分子吗 他有需要用这些手段来制伏他 或者甚至让他听话吗 但为什么要这样子手段 去把他灵虐致死呢 其中的问题点究竟在哪 还有消失的影像 7月1号的80分钟 7月3号的30分钟 这背后指使者是谁 269旅的政战主任 陈一鸣 你为什么要被这样子使去做这件事呢 是否还有更高层的人 指示安排而去进行这样的销毁计划 我们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 月死洪仲秋的监视器画面 突然之间消失掉了 7月1号的80分钟 7月3号的30分钟 但是谁下令让他消失的 你要想到这一点哦 这个锦毙是在哪里 269旅 但是呢 下令指示的人是谁呢 居然是269旅的政战主任 陈一鸣 但陈一鸣 你是真正那个最后的 背后的指使者吗 还是网上仍然有更近 一步的发展呢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时候呢 军中黑幕就准备来玩点名了 对于陈一鸣 他是不是带罪羔羊 我是打问号 因为陆军总部政战主任 曾有福说 他相信他的部分 但是就我所知 陈一鸣 他在里面的的确确 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那这件事情 我先不讲30分钟 那我先讲7月1号的80分钟 我为什么我要讲80分钟不见 80分钟不见跟这30分钟不见 是有关联性的 我想请问军高姐 当天7月1号 吴义竹范左线到了以后 是谁更改的 那个管理室的排版表 本来是肖志明 黄冠军 罗继元跟陈家祥 然后为什么上午是他们 下午是陈一勋 吕玉正 林念祖 是谁改的 为什么范左线跟吴义竹到了以后 就改 然后范左线过去 排排红仲秋 还好嘛 是 范左线 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说还好嘛 第二个 谁不让郭玉龙进 进闭式管理的 而叫他负责大门警卫 然后 然后我再请君高检去查查 我现在先把事关名字念完 你就知道了 肖志明 罗继元 陈家祥 黄冠军 陈玉勋 吕玉正 李念祖 去查查 这七个人当中 还有一个现在 他还没出来 这七个人当中 哪一个人 玩电脑 玩得出神入化 就跟这个有关 所以也就是说 有人玩电脑 玩得很精 谁下令 去把这个事关班的 这一些人 完全掉班 然后由陈玉勋出面 来整洪仲秋 这些那我都有证据哦 君高检 那你不要糊弄了 以为收一个什么 陈玉勋 那就没有事了 还有一个陈玉勋 坦白说 这个是七月一号的 八十分钟 如果那我没有资料的话 我怎么可能知道 这个会转来转去的 我又不在现场 那我怎么知道 张有华不是神仙 张有华也不会办案 张有华会查证 七月一号完了 为什么消失了八十分钟 好 现在讲三十分钟 到哪里去 告诉各位 看一下 谁有权更改介护士的人子表 战情官的人子表 这个就重点了 我想请问一下 当天当洪仲秋倒下来的前夕 我们不是讲吗 录影带啊 那些战情官 战情士 我现在告诉各位 谁能够更改战情表 战情表一个礼拜前核定 谁敢更改 谁有权力更改 那天的高情官是谁 我们先查高情官 再查战情官 战情官完了战情事 我现在问 两个黄先生 一个戴先生 一个许先生 一个郭先生 郭玉龙 我们不用讲了 我刚刚讲过了 有人告诉他里面的事呢 你不要管 他才会说出了事 为什么叫我扛 好 这个我就不讲了 现在我提出四个人 两个黄先生 一个戴先生 一个是许先生 我想 许先生应该还在部队里面 如果陈一鸣真要消耻的话 或把录影画面洗掉的话 对不起 你要透过他们哦 你要透过他们哦 要他们来处理哦 他们哦 他们叫做作战指挥系统 跟战战系统不一样 所以真有 真有不 他才会讲 说我信任我的部署 他信任部署 换句话说 陈一鸣有不在场的证明 人家说 他会用那个电话打 怎么样啊怎么样 但是一定要有高情官配合哦 各位 要有高情官跟战训官配合 是谁把战情官的轮支票 把它换掉了 那个高情官就是幕后的黑手 我讲得够清楚了吧 君高姐 要不要办 就看你 这个已经传讯了 可是前面几个 前面的四个人 你敢传讯吗 如果你只敢办四官 而不不办这些人的话 君高姐 你失职 而陈一鸣只不过是个烟雾蛋 原来啊 陈一鸣居然只是个烟雾蛋 后面哦 我们军中黑幕的晚点名 已经点出了五个人了 刚刚张有话也告诉你 君高姐 这五个人的姓是什么了 你敢不敢办下去呢 我们新闻龙卷风的最近报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来爆料 所有的朋友们 我们新闻龙卷风 在这两个礼拜 已经一直不断地追求 这红仲秋死亡案件的真相 而在九点钟的时候呢 我们的抢先报 已经先告诉你一些消息了 但是到了现在十点钟的时候呢 我们最近报里面 将会有更多的讯息 再透露出来 想想看 我们的新闻龙卷风的 上电视秀大头的FB 持续被人家给关闭 现在已经到了V3哦 如果你有时间 赶快上戏 发表你的言论 但是呢 我们另外呢 在X先生方面 他今天将会有三大爆点出现 可是呢 有话哥他今天呢 将会有两大秘星出现 不过 你如果知道一些 五四两里面的一些讯息 你也可以打一下X专线 当个X先生 主要我们的电话是几号呢 现在就秀在我前面了 2792-3151-02 2792-3151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告诉我们五四两里里面 究竟有什么样的黑幕在里面 我们今天仍然要持续的追踪下去 但是呢 在今天的时候呢 这最近报的部分就在哪呢 大家今天看了一天的新闻 最了解 最想知道的就是 那监视器了 看看监视器的主机 主机加上了监视器 为什么画面会消失 消失的原因又为何 是有人把它删了吗 可是军高检的曹金生说 没有人删除 没有人篡改 那为什么影像又会突然之间不见 其中的原因又为何 真正的关键点 就在这台监视器里面了 但是呢 在今天的时候呢 我们仍然在这一节时间的 最近报的时间请到了X先生 欢迎X先生 弟刚好 大家好 好 另外呢 我们还有着监视器的专家 王德凯 欢迎王德凯 弟刚好 大家好 看看啊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大家最想了解的就是 这关键的80分钟 怎么会消失掉呢 7月1号的80分钟 消失的画面 其实就是洪中秋 迈向死亡的第一步的 关键时间点呢 军检察长曹金生说什么 他说 有档案 没画面 我讲句不客气的话 我讽刺着讲 你是 超自然力量打强呢 还是超自然力量遮掩 很符合吗 符合 遮 没画面 你怎么问我 我就一直在那边 跳针似的说 没画面 回马回 没画面 那不是 超自然力量打强吗 我们看一看这个平面结构图 这个是洪中秋 他在269旅禁闭室里头的一个监视器分布的一个概况 看一下 洪中秋所呆的毁过室里头 这个监视器画面 就是那16只里面的其中一只 有档案 没画面 啊 再来 洪中秋